看完您前两天发的视频呢 我终于明白了啊 世上烈耳啊 对于学习钢琴 还有学习音乐的朋友啊 到底有多重要啊 那我现在怎么开始世上烈耳呢 啊 那我现在的耳朵到什么程度呢 您能给我们做一个小测试吗 我好也有一个啊 方向去针对性的练习 好 那非常高兴呢 你已经认识到世上烈耳的重要性了啊 其实归根到底 从头到尾啊 音乐呢 啊 都是用来听的啊 所以啊 归根结底 你只有把这个的基础 世上烈耳的基础打好啊 提高你耳朵的辨别啊 还有欣赏能力啊 才能更好的去演奏曲子啊 才能更好的去改编你喜欢的曲子啊 那下面呢 啊 我给你啊 做一个世上烈耳的啊 小测试啊 一共十道题啊 当然在做测试之前呢 啊 我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测试内容啊 那今天的测试内容呢 啊是单音的磨唱和音程的磨唱啊 那什么叫单音的磨唱呢 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钢琴上弹一个音 然后你用拉来磨唱出来 比如 你听完之后啊 要用拉啊 来磨唱出来 我刚才弹的啊 这个音在钢琴上的位置啊 如果你唱的 和钢琴的声音吻合 那就证明啊 你唱对了 这个是单音的磨唱 那音程的磨唱是什么呢 什么叫音程呢啊 音程呢就是啊 音与音之间的距离啊 你可以用路程去理解 比如我从这儿到这儿啊 这一段是路程啊 那钢琴上啊 两个白键啊 之间的距离路程就叫音程 这很简单理解吧啊 那既然是啊 音程 那就有一个起点 一个终点啊 那就是两个音一起弹了啊 这个啊 叫和声音程啊 还有旋律音程 以后在乐理里我再说啊 咱们先说今天的和声音程啊 这个叫音程的听辨啊 然后你磨唱出来 跟刚才一样 也是用拉啊 举例 我一共呢出十道题啊 五个单音啊 还有五个音程啊 如果你都听出来了 就是一百分啊 如果呢啊 错了一个啊 那你就自己减十分啊 最后看看自己能得多少分 好不好啊 那这个游戏规则说完了啊 游戏内容也说完了 那咱们现在开始啊 游戏测试啊 试唱链的测试 看看你的耳朵啊 能得多少分 好 那下面开始测试啊 标准应该是弹三遍啊 但是咱们节省时间弹两遍啊 弹完两遍之后 我公布答案啊 看看你唱的啊 跟我唱的和钢琴是不是吻合 如果咱们三者都吻合 那你这题就对了啊 第二题 那 第四题 第五题 好 五个 这个单音的听辩的完成了 你们都做对了吗 咱们下面开始音程的听辩 音程就比较难了 是两个音一起弹 所以你要同时听来两个音 并且磨唱出来 它在钢琴上的位置 并且磨唱准才算正确 好 还是一样弹两遍 两遍之后我公布答案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比较难 再听一遍 好 那大家 答对了几道呢 如果你是100分 你可以在评论区 扣出来 然后你看看 错了几道 可以把自己的成绩 写在评论区 好 那得100分的朋友呢 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今天出的比较容易 这个往后呢 我会出一些这种 是吧 和弦的听辩 这个节奏的听辩 以及一些小旋律的听辩 如果那些你都能听出来 那就 时尚链 真的还不错 那就说初级 你已经过了 那没听出来的朋友呢 或者说现在 连音都找不准的朋友呢 也不用着急啊 我这边的专门啊 为这个零基础啊 还有啊 没有接触过 时尚链的朋友呢 以及啊 时尚链不怎么好的朋友呢 出了一套这个啊 提高你时尚链啊 如何把音准 找准的这么一个专栏啊 你只要照这个专栏啊 听话照做啊 完成这个啊 五天左右的这个啊 打卡啊 你的耳朵呢啊 就能提升一个档次啊 因为里边会详细告诉大家啊 这个试唱和练耳啊 这两种技能啊 到底是先试唱呢 还是先练耳呢 啊 到底应该主动练习呢 还是应该被动练习呢 啊 到底应该如何啊 校正着找到这个音准呢 我到底怎么知道 我唱的准不准呢 啊 都会在专栏里呢 详细给大家啊 做介绍啊 好 那购买完专栏的朋友呢 一定要记得啊 截屏私信我啊 然后加我微信啊 为什么要加微信呢 加完微信呢 我第一可以免费给你 做一个线上的测试啊 看看你现在耳朵到什么程度啊 如何配合这套专栏 去更好的 有针对性的提高你的市场脸水平啊 那第二呢 课后呢 有时候会发一些作业啊 微信的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 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呢 啊 也可以及时沟通啊 在学习专栏的过程中呢 你是可以进行免费咨询的啊 因为我这边呢 做的是口碑啊 你信任我购买我专栏呢 是我服务的开始啊 所以呢 我这边要有一个跟踪的售后服务啊 帮助你去更好的成长啊 呃 我希望看到的是啊 我每一位学员啊 通过专栏的学艺之后啊 都能啊 真真正正的提高你的啊 市场链的水平啊 从而提高你对音乐的理解 还要因为素养 好吧 行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着啊 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在留言区留言